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期平价高阶品牌的试穿和搭配视频 好 那么还是按照就是搭配的顺序来跟大家分享 好 第一套穿搭呢就比较偏休闲和帅气一些 上衣是来自urban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今年在urban买到了一件挺惊喜的一件上衣 它的款式呢其实是一个这种短袖的小外套 就是前面有一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有一个小翻领 所以看上去呢有点像那种泡楼衫的感觉 它的材质很像是那种线衣 不管是它面料成分的这个质量 包括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啊 版型和检材呢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 特别是它颜色的这个搭配 其实看起来挺像那种设计师品牌的衣服的 因为是一件现衣嘛 包括它上面有这种编织的一些花纹 所以手感的话呢是有一点那种凹凸感的 但是它贴身穿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如果是你把它当做一个上衣短袖来穿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扣子开到腰裤的位置 然后把高腰裤的上面的边缘露出来 这样的话就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这件上衣我觉得还挺值得入手的 就整体的质感非常好 裤子的话呢也是来自urban的 然后是一条这种带破洞的牛仔裤 这条裤子它破洞的位置做得比较好 因为是在膝盖往上的 所以会显得小腿比较长 版型的话呢这条裤子就比较显腿直一些 但是它的码数我觉得选的有点偏大了 就是腰部这里会有一些空间 而且整体的一个面料啊 包括它的做工都是质量非常好的 很适合夏天来穿 颜色的话呢是比较偏柔和的这种米白色 然后鞋子的部分我一定要重点推荐一下 是来自gani的 这双鞋穿着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的鞋面的话是用小牛皮做的 上面还有这种鳄鱼亚纹的涂样 而且当我第一次穿这双鞋的时候 我觉得就已经很舒服了 就不存在说存在一个磨合期 会出现那种前期磨脚的情况 而且它鞋底的这个厚度和高度 我觉得比一般的厚底鞋还要高一点点 像有一些厚底鞋 它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虽然鞋底做的比较厚 就是会比较显高嘛 但它其实周围呢也是加了一层宽度的 那样的话其实很容易显脚大 但是这一双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它鞋子的宽度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 就不会说显得脚跟身体的一个比例不太好 然后包包的话呢 我依然选择了这一支橘色的包包 这一支包包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之前就有跟大家推荐过 像他们家之前的那支Ray Bag 说实话材质会稍微的有一点偏硬 但是这一支就非常非常的柔软 而且在所有的腋下包里面 我觉得它的容量也是非常实用的 下面这一件呢是一个娃娃领的上衣 然后是有这种蓝色的碎花元素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呢 我有把这一件上衣跟那种黑色的皮西装搭配在一起 看上去呢就有那种不同风格的碰撞的感觉 然后今天的这一套穿搭就是一个纯裙装的搭配了 就更加能体现这一件麻烦领的上衣 它本身的那种风格 但是一位裙子我选的是一个这种 模白做旧的牛仔裙 所以在整体穿搭的感觉上呢 其实还会有一点那种酷酷的感觉 它的袖子这里呢做的比较宽松 但是它是下半部分做的比较宽 就是这种灯笼袖 而不是一个泡泡袖 面料的话是摸起来有一点那种凹凸感 和那种沙沙的感觉 包包的话呢我搭配了这一支LV的圆筒包 它虽然是一个二手的中骨包 但是当我说到它的时候 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皮质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就是它在五斤的地方呢 会有一些会稍微有一些刮痕 包包的尺寸是更接近于median 因为它还有一个small bag 就是会更小一点的包型 但是我会担心那一个实在是太小了 可能装不了多少东西 那这一支它就更加的实用一点 在搭配方面的话 真的超级无敌百搭 从我说到这一支包包到现在呢 其实也做过几套搭配了 而且都是搭的是不同风格的衣服 就算是比较休闲 或者是比较偏运动的一些风格呢 在搭配这一支包包的时候 也会提高整体搭配的一个质感 想让穿搭看起来更帅气一点的话呢 就也可以搭配这一双 黑色的干液的皮鞋 然后也可以像之前穿搭照一样 搭配一双比较温柔一点的lover 那第三套穿搭里面的这一件上衣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风格就挺显气质的 而且看起来呢 也会显得比较温柔一些 今年春夏就一直很想 找一件这种就是前面可以打结的衬衣 如果是纯丝质的材质的话 其实挺难打理的 虽然这一件它的材质不是纯针丝做的 但是也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从镜头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衣服整体的一个垂坠感做的比较好 在上升之后呢 面料也会有一点那种明明凉的触感 所以只要不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衣服在夏天 也是可以拿出来穿的 裤子的部分我就搭配了一条 非常金属款的牛仔裤 然后这条裤子是Everlund的 我之前也做过几次穿搭了 很显腿直的一条牛仔裤 而且它的这个面料的触感 就是舒适度真的做的非常好 外面如果是再加一个小西装的话呢 这一套其实就很适合 上班族工作的时候来穿 既舒服然后又显得比较有气质 下面这件T恤是来自Mango的 我当时收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一点小惊喜的 因为它全面的这个材质 说实话摸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而且穿起来呢也非常的柔软和舒服 夏天如果是里面只穿一件小内衣的话 其实也不会看出来 就它面料不会透 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是觉得它的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是一个奶油绿色 但是呢又有一点偏薄荷绿的感觉 然后也比较显年轻一点 很适合夏天 像在穿这种比较宽松的T恤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袖子卷起来 在下面的话呢 我就搭配了一条西装裤 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那种 普通的休闲裤来穿 因为它的风格款式不是那么的正式 下面这套穿搭呢就是今年的流行色搭配了 一个黄色然后加深灰色的组合 其实这件T恤它也不是那种标准的亮黄色 因为亮黄色实在是太不日常了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更加百搭的淡黄色来进行代替 这件黄色T恤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版型款式啊就很宽松舒服 而且再加上我买的这件码数比较偏大一点 所以可以在家里面当一个居家服穿 面料的手感摸起来也是那种很轻盈很凉快的 如果穿出去的话呢 其实还是要在前面打一个截 这样子看上去就更加的利索一点 然后在下面搭配的这一条灰色的西装裤呢 真的巨弦腿长 首先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出来 它腰部的这个位置是提的非常高的 裤子的版型是一条裤腿的拖地裤 但是如果长度再稍微短一点就会更好 虽然裤子的内量做的还是比较有垂坠感的 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穿之前还是要运一下 在前面两侧呢 有做这种褶皱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显得标部这里比较平瘦 裤管做的比较宽 穿的时候舒适度非常好 然后面料的话是类似于西装裤的这种 会有一些光泽 因为想在这一套穿搭里面增加一些运动风 所以除了上衣选择的是T恤之外呢 鞋子的部分我选择了这一双非常百搭的德逊鞋 而且德逊鞋的配色说实话 我觉得跟灰色搭配在一起真的非常好看 接下来呢是一件针织的小背心 上面有橱橘花的图案 喜欢小橱橘元素的同学呢 可以考虑这一件 因为我觉得这件它做的不是那么的乍眼 就在配色上比较偏柔和一些 上衣之后的效果是比较短款的 有做一个收腰的设计 像这种小背心在单穿的时候 如果搭配那种拖地裤或者是 扩腿的牛仔长裤的话 就会看起来身子的比例比较短 会显腿长 今天这套穿搭里我选了一件长款的马甲 然后这一件也是曼够的 长度可以大概到大腿的位置 它的面料特别特别好 手感是那种很绵软的 然后里面有一层衬理 颜色是比较浅的一个卡齐色 那跟这一件小背心搭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看上去很像一个套装 风格跟西装很类似 但是这件它做的比较宽松 所以就多了一些休闲舒适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西装马甲就比较适合春夏这种季节 因为冷的时候就可以穿 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热 那跟之前的这件黑白花纹的衬衣 也是比较搭的 等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不想穿西装的话 就可以搭一下这种无锈的马甲 在这件厨具背心外面呢 也可以搭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看起来就更加日常 这件白衬衫它是前后不对称的一个错层设计 看起来会比较有特色一点 最后一件是一个这种无锈的sweat shirt 这件我还挺推荐的吧 因为它的风格比较偏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运动风 而且这件也不是完全无锈的 会有一段超出肩宽的部分 前面有一个拉链 可以把领子这样子竖起来穿 看起来就更加帅气一点 虽然这件衣服它做的很宽松 就是它身上会有比较多的空间 但是腰部有加这种松紧道 黑白条纹的配色呢 我觉得也更好做搭配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